太阳花学运呢 这次学生们几乎都是通过网络来传递跟分享讯息 台中有一名医学院的女学生 她一天就要花20个小时上网来关心学运 加上最近期中考要到了 让她出现焦虑失眠 没有办法专注课业的状况 经过医师诊断 认为这名女大学生罹患了网络成瘾症 太阳花学运持续了20天 导致政局动荡 台中一名医学院女学生 因为极富正义感 这几天除了睡觉 每天都花20多个小时上网 搜寻学运相关讯息 结果才一个礼拜 她就出现严重焦虑失眠的症状 几乎无法专注在期中考 掌握可能是总统府 或者是学运立法院这边 同时发布的一些消息 所以她就没有办法去兼顾了 现在目前自己功课的那一块 女学生向医师求助 诊断确定是罹患了网络成瘾症 医师表示 要避免网络成瘾影影响身心 除了药物治疗 家人和朋友的协助也很重要 邀请家人或是朋友 跟她同住的室友 一起来讨论说 怎么样来限制她用网络的时间 慢慢地减少 她网络使用的频率 医师建议 睡前一小时不上网 或看电视新闻 或者是规划读书工作一小时 休息10到30分钟上网 让大脑休息 都可以有效改善网络成瘾 如果症状持续两个礼拜没有改善 还是要尽快就医 记得黄总盈台中报导